OK然後我又試著用另外一個 OK那我又試著用電腦裡面的M.2 然後傳到我們的外接硬碟的M.2裡面 那整個速度飛快 幾乎是900mAh的速度 你看900mAh的速度 900mAh接近1GB的速度 超high的 所以M.2傳的M.2還是比較快 因為我們剛剛傳的是SATA 但是我主要的測試不是在測試說 這個到底傳輸速度 我是在傳輸 我在... 所以這整個測試我根本就不是在... 所以這整個測試 我的重點不在於它的速度到底是多快 我覺得穩定才是比較重要 就如果你一個穩定的可能500mAh 那跟一個你可以超高速1GB 然後2GB的傳輸速度 但是後來它又掉下來 那我覺得穩定會比較好 而不是說忽然一個爆衝的快速 所以今天...